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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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的是过去我立法院的同事 有的是在各个领域里面 非常杰出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各界优秀人士 那我也特别要谢谢一下我的副市长 修佩玲 邱副市长 我相信他的加入 甚至我们这些在做的团队的加入 都能够给基隆带来更多更好的一个新的气象 那未来要做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就如同刚刚说的 诚惶诚恐 但是又坚定清晰 所以在未来我要恳请我们的市府团队 让国粮能够尽快尽速的能够上轨 让我们的市政能够无缝接轨推动下去 未来过去国粮曾经有说过很多我们要推动的政策 我们希望能够尽速尽快的好好推动 要感恩的人太多 要感谢的人也太多 我想只能感谢天 感谢上帝 感谢这个城市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另外呢 我也是满满的一个祝福 我相信未来的基隆市政 在谢市长以及谢市府团队的一个领导之下 一定可以带领基隆市继续的向前迈进 我想过去八年来 又当承诺要让我们基隆市民 成为一个光荣骄傲的基隆人 我想这一点八年来我们做到了 最后满满的感恩满满的祝福 祝福谢市长期待谢市长 城市派令副市长邱佩玲率领一级主管宣誓就职 当然是希望跟各局处的团队们 尽快地做业务简报 让我们的市政能够尽快上手 那当然我有我自己想要推动 有关于家庭式亲子式的一些建设跟设施 那我也会积极地跟他们来探寻 如何能够有效率 能够在时间内 就尽量能够给市民朋友一些成效跟成果 我在这个广播专访的时候 我有说希望在百日左右 可以给大家一些很不错的 室内的看起来有质感的室内儿童乐园 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当然啦这只是举其一个例子 事实上市政工作各方各面 有太多东西要来完成 所以我希望能够尽快地跟大家 能够在业务上能够进行深入的讨论 尽快让业务能够上手 就职典礼上邀请地方师生 吉弥代表出席 谢国良的爸爸谢修平 全程参加儿子谢国良的就职典礼 心中满满的感动 我欢迎很高兴 你是华裔吗 太华裔了 为什么 我感谢国良完成我父亲的志愿 父亲的遗愿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他帮我完成 他帮成我的责任 我替我爸爸完成 谢谢 我感谢谢国良 辛赫市长谢国良是虔诚的基督徒 在他发表就职演说前 特别邀请重新教会牧师 为新县市长祈福祷告 典礼结束后 辛赫市长谢国良邀请市府团队 家人及辅选团队和各界人士一起合影留念 象征为基督徒的建设 一起打拼 记者黄少平黄日生 陈淑平采访报道 辛赫市长林又昌完成了交接仪式 在辛赫市长谢国良的陪同下 一起步出市政府 林又昌的妻子吴秋英 在市府门口等待给予大大的拥抱 交接典礼完毕 辛赫市长林又昌在辛赫市长谢国良陪同下 不出礼堂 离开市府 才一踏出大门口 林又昌的妻子吴秋英 立即上前拥抱 爸爸回家了 爸爸回家了 谢谢 谢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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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我们家爸爸拍 离开前 辛赫市长谢国良也献上祝福 特别感谢了市长这八年的一个努力 让基隆市能够更进步 那我刚刚在跟市长会面的时候 我也特别不跟他报告 在很多市政 我们会有效的 来帮他延续 来推进 那但是未来国良有更多 我们要想做的东西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会随时打个电话 跟我们的林市长来请议 那当然我还是祝福他 能够更上一层楼 因为我相信他有更好的发展 一定对基隆市民也是个福气 也是基隆市民之福 所以我在这边也先预祝他一下 这样子 被问到先后下一步 林欧昌正式回应 感谢市民给我机会 然后感谢市府团队 还有我的家人都有的一个支持 这八年来非常的一个圆满 那我也在那边祝福我们谢国良市长 带领基隆市政 让基隆继续向前进 然后能够更加的一个进步跟发展 那等一下我会搭机员车离开 我太太来接我回家啦 先回家休息一下 那我想这个很多人 这个对我有一些期待 但我也曾经说过 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下一步 来做规划 就是满满的感恩 谢谢 离开前两位市长互相握手致意 彼此献上深深的祝福 记者黄少民 黄日生 陈淑平采访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第20届基隆市议会议员 进行正副议长选举 最后由民进党议长提名人佟子伟 结合清明党副议长提名人杨秀玉 以跨党派合作记名投票的方式 获得了16票议员过半的支持 创下了基隆市议会 首次有民进党议长的记录 第二十届基隆市议会议员 12月25号宣誓就职 随后进行正副议长选举 最后民进党议长提名人佟子伟 和清明党副议长提名人杨秀玉 以跨党派共同合作记名投票的方式 分别各获得16票市议员过半的支持 当选第二十届的基隆市议会议长和副议长 新当选的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除了感谢仁爱区乡亲的支持 让他残联议员 进而当选议长之外 也感谢前议长们 对推动基隆市议会进步 所打下的基础 也希望延续前市长林又昌 推动的各项市政建设继续推进 佟子伟也承诺 将会当全民的议长 将议会打造为全民 开放阳光的议会 让基隆更进步 其实我想这个议长的工作跟职权 是超党派 那由今天的选举结果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是跨党派 超党派 然后我们在野的沟通的一个联盟 那我想议会是秉持一个中立的角色 我们都秉持在基隆市民 谋福祉的基础之上 然后共同来为基隆市来努力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 会跟谢市长来好好的沟通 我们接下来的施政计划 让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市政 在过去佑昌市长八年 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之下 可以在谢市长的推动 继续来前进 我们的目标 都是为了基隆市民 所以我想政党 未必在议会是放在第一个顺位 那是我们的这个心中的理念 我们必须 就像我昨天声明的 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个全民的议会 阳光的议会 开放的议会 接下来我们会秉持前任议长的基础 然后继续来努力 官邻的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会以学习谦卑努力的态度 未来在推动市政上 多倾听议会的声音 也希望肯请希望努力的 争取议长副议长 以及所有议员们的认同 推动市政 首先先要这个非常热烈的恭喜我们同志委议长 跟杨秀玉副议长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顺利地脱引而出 担任任基隆市议会的政府议长 未来我们会用学习 因为毕竟他们两位及其他议会 都代表着整个基隆市民的心声 那国良这边未来有些工作 也想要来推动 也要恳请希望努力的来争取 他们两位及全体议会的认同 再一次的用最开心的心情 来恭贺他们两位能够顺利当选 副议长杨秀玉也强调 会互相尊重学习不分政党的态度 和所有议员们一起合作监督市政 服务基隆乡亲建设基隆来努力 相信未来府会会相当和谐的 这一次我们亲民党跟民进党 一起合作这个政部议长的一个选举 那谢谢同志委 那我想我们在议会都是一个中立 希望说能够达到制衡 那我想我也非常 这个谢谢我们的谢市长 我也是很全力的支持这个谢市长 当选我们基隆市的市长 那未来我们都是没有不分政党的 不分政党 那宋主席他的安排 我跟这个我们的同志委 一起来这个议会 来监督这个市政 我相信未来一定是非常和谐的 最后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副议长杨秀玉 也陪同第20届基隆市议会 31位市议员们 在基隆市议会议师厅内进行大合照 希望府会和谐 攜手合作 共同建设基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第二十二届里长的就职典礼 在新的市长谢国良的主持下 顺利完成 全市一百五十七位里长齐聚一堂 期许未来与市府团队 共同来帮民众谋福利 让基隆更好 基隆市第二十二届全市里长的就职典礼 在新整建的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举行 新科市长谢国良 与刚出炉的议长同资委 共同为这些里长们祝福 期许大家携手努力 倾听李明的心声 非常开心在下午 来到了我们基隆市全市的里长的就职典礼 那国良其实也是个大里长 我是基隆市的里长 他们是各里的里长 所以未来我会尊重大家在地方上的一个建议 跟为李明服务的一个心态 我们好好来努力 那我也有特别跟民政处张处长谈到 未来一定要好好的跟里长配合 达成为李明服务 为市民服务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积极的来透过里长做更好的地方施政 我想每一个这个城市都一样 里长都是我们最基层的这个服务员 现在这个时代尤其里长特别的重要 那我们李明的大小是 其实跟生活息息相关 那也跟我们市政府市议会息息相关 所以里长的意见 我想新任的县市长 还有我们议会都会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既有的民意基础之下 我们继续努力 然后来让我们的基隆市政推展可以更好 到处走动一定是我未来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服务的方式 像明天一早我也要去搭9026 就是随时都用行动的方式了解到 各地的角落 大家市民朋友的状态跟城市的状态 我觉得会比坐在办公室里面 应该会有好很多的效果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当选证书及赫扁 给全市157位里长 强调未来将以走动式服务 了解地方的需求 谢国良也强调 会请民政处长张渊祥 尽快安排分区分离的李林长座谈会 希望透过深入对谈 接地气的来解决民众的问题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 现任前基隆市长林佑昌出席海洋广场 缤纷圣诞光耀基隆晚会 并与即将接任的准市长谢国良 同台接受掌绕及牧师祈福 期许主耶稣继续庇佑大家 让基隆成为神所祝福的喜乐城市 平安夜即将现任的金融市长林佑昌出席最后一场活动 来到海洋广场参加夜旦活动和民众合影留念 星科市长谢国良在林佑昌的邀请下 一同出席活动 在长老教会和牧师的助导下 共同为基隆祈福 今天是圣诞节圣诞夜也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 非常谢谢谢国良市长的邀请 邀请我去参加跨年晚会 今天是圣诞的晚会 我也邀请谢市长一起来参与 我知道因为谢市长也是基督徒 所以今天的节日特别的有意义 所以我想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天气又很好所以满满的都是人 所以在这边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 祝福大家幸福平安 今天很开心能够收到林市长的邀请 共同来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圣诞晚会 那今天天气也非常棒 虽然有点冷 但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天气 所以很开心 那谢谢林市长的邀请之外 我们也很开心 林市长他能够跟市民朋友 在一个礼拜后就是跨年晚会 也可以跟国良共同的来跟市民朋友 一起祝福新的一年 市民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 我也期盼也祈祷 12月31号晚上也是跟今天晚上一样 是一个好的天气 也是希望市民朋友都能够享受 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 那希望市民朋友在新的一年 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市府每年在耶诞夜都会举办 耶诞节系列活动 八年来累积爱与温暖 点亮基隆各个角落 民众共同祈福 希望未来会更好更幸福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好 还好有中佳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佳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只有一起终于上了 我没想到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佳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佳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2022年即将卖入尾声 金融市府平安夜 在国民广场 举办希望市集活动 林市长到场分送糖果给民众 信了不少粉丝 合影留念 献上祝福 乐团在台上热力开唱 台下民众跟着音乐摆动 一旁夜淡霓虹灯式搭配市集摊位 平安夜的基隆很不一样 金融市火车站 现在更漂亮了 对很好 那下有些音乐 对啊 我们就跟着跳啊 金融下太久的鱼了 难得这两天放起 然后又碰到圣诞节 就说大家都跑出来 这样火车站这边 廣场都非常的漂亮 希望大家都来玩 金融市长林游昌县的前一天 正好是平安夜 特别来到国门广场 参加希望市集活动 受到大批民众 争相拍照合影 感谢林游昌市长八年来 让金融彻底翻转 今天晚上是圣诞夜 所以在我们的国门广场 有希望市集 所以我特别来开场 然后也祝福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圣诞节快乐 在新的一年呢 都幸福平安 那等一下我们在海洋广场 还有这个 耶诞祈福的一个活动 我跟新任的市长 谢国阳市长呢 也会同台出席 为所有市民 为全台湾来祝福 来祈福 希望国家能够 这个永远的 这个平安 然后人民能够生活 都非常的一个圆满 都非常的一个 这个幸福 大家这八年后 大家非常的有感 整个金融市的蜕变 不只是金融人 全台湾都看到了 那我在八年前 许下心愿 也承诺 要带领所有的金融市民 大家成为一个 驕傲光荣的金融人 那这一点 我们八年来做到了 所以很开心 也在这个圣诞夜 献给所有的金融市民 现场音乐 热力四射 霓虹灯饰 搭配市集摊位 让国门广场 在平安夜 变得很有夜旦气氛 尽管天气寒冷 但民众纷纷来到市集 参观玻璃屋 吃美食 体验金融港独有的风情 这个希望市集呢 也象征着 由西岸望向基隆的概念 所以我们取名为 西边的西 希望市集 而且呢 以它的谐音 就是希望希望的意思 那我们这个希望市集 最主要是 在这个圣诞的这个时节呢 来举办 也意味着 在圣诞七分的国门广场 我们呢 这个整个充满希望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 大家知道 在我们的国门广场呢 也可以看到 这个空间打开以后 它是一个 我们市民到这里 活动的一个广场 所以我们希望 举办这个希望市集 也从这个起点 这个国门广场 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带动西岸的一个观光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 以这个希望市集呢 能够结合在地的美食文化 让大家更认识 我们的港口 认识我们的 码头美食 那同时 未来也会推动西岸的观光 基隆用一个 难得的冬日好天气 来迎接我们的一个平安夜 那今天也特别在我们的一个 国门广场呢 举办一个 圣诞的一个市集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来到这个地方 来度过这样的一个 平安的一个夜晚 那也很开心 有看到我们 连诱昌市长 在任期的最后一天 那也向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那献上最大的一个祝福 那一个 正在一个地方名的 代表的一个角度 也感谢连诱昌市府团队 在这八年以来 对基隆市政的一个付出 那我看到了许多家长跟小朋友都开心的 看着我们基隆港边的一些夜景 然后还有看到一些小朋友都非常开心 那在市长上任的这八年来 我真的看到我们基隆市改变了很多 不管是市集 然后还有一些游戏场 还有一些小朋友的游戏场 都让我们基隆人感到很有感 那一方今天也陪同林佑昌市长下班 那未来一方也会继续监督市政 让基隆变得更美好 冷气团持续发威 民众穿大衣围着围巾 来到滚门广场 享受浪漫的夜旦节氛围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答 而在卸任前夕 林市长也特别带领国策顾问 童勇等地方宣誓 开箱基隆塔 并参观充满禅的茶屋 及全新的竹谱台中原祭祀文物馆 以乔氏起重基 为设计发想的基隆塔 将成为台湾国门新地标 希望为地方带来更多商机 现任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 金融市长牛昌带领着国策顾问 童勇 张建华 及智力书店创办人 陈尚惠的家人等地方士绅 开箱基隆塔 一行人从下方三角广场 坐上电梯 直达塔顶尖端 俯瞰及远眺无敌山海美景 将原本的检察局第二分局 就听设拆除改建 牛昌表示基隆塔不只是基隆的地标 未来更会是台湾国门的新地标 国际的邮轮从基隆港外海进到基隆 看到台湾的时候 第一眼就看到这个基隆塔 所以今天特别跟我们所有基隆的相亲开箱 那当然这也是我在任期之内 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 那不过还是把这样的一个施政的成果 呈现给我们所有士兵朋友 以及我们所有台湾人民 牛昌强调基隆塔的新建 不只是让基隆多了一处国际级的观光景点 串联基隆庙口 哨船头商圈 及希望之秋等 加上国际邮轮回归 将为基隆带来更好的商机 其实商机是无限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基隆呢 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地标 那未来基隆塔呢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景的一个景观 那旁边就是我们的邮轮的转运站 那在疫情之前我们一年就已经有超过 110万人次的游轮旅客 那我相信未来整个的一个 旅客观光客的一个消费 就可以往这个地方来带动 并且也把我们的观光客带到 我们的中正公园的山上 扩大整个一个商圈 登上基隆塔 90多岁高龄的国策顾问同勇 也非常称赞肯定 很好啊 所以基隆一个地标啊 现在如果外国人也好 我们全省 我们本省人也好 来这个基隆就有一个地标 可以看 所以外面看得多 带动很好 除了高耸的基隆塔 透过拥有360度无敌美景的横道连结 还可以到后方充满日式残风的茶屋品名 感受茶道文化 及参观全新的珠卜潭中原济世文物馆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出方面表示 金融塔工程已到完工验收阶段 为了游客可以直接搭乘电梯到珠卜潭 并借由沿着山人县新建的雀桥直通大幅广场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